中央设计者叶苏廷台北十七日电,民进党立委姚文志今天正式宣布选台北市长,党内干部指出,接下来依照提名条例机制进行,提名时程还不及,到明年五,六月都还来得及,蓝绿都在等着看对方如何出牌。 姚文志正式宣布参选台北市长,民进党发言人何孟华今天说,台北市长选举时程,尊重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讨论,民进党党内干部指出,依据党内二千零十八直辖市长继线市长特别提名条例,非执政直辖市有选对会协调人选,若协调未果,由选举对策委员会综合评估后,向党主席提出单一人选建议。 在由党主席提名金钟智慧通过,如果有特殊选情考量,给金钟智慧决议后,令定方案执行。 党内干部表示,台北市属于监控选区征兆区,姚文志既已表态,选队会将把姚文志的表态列为未来考量。 姚文志是党内第一个表态的人,接下来是否有其他人表态参选台北市长,还要观察。 若有其他人跟进表态,党内要先进行协调,后续再看是否与武党籍人士合作。 党内干部说,台北市长提名时称,黑不及,到明年五六月都还来得及,一切还在发展中。 党内干部指出,也要看国民党派出什么样的对手,两边都在等,笔气长,谁撑得最久,再看对方如何出牌。 国民党在等,看明镜党是否与台北市长柯文哲合作。 如果明镜党与柯文哲合作,国民党会想办法推出最强的人。 民进党内干部分析说,除了国民党自己在看,国民党内的参选人也在看。 如果明镜党与柯文哲合作,国民党内被看好的立委蒋万安可能就放手给钱。 国民党及立委丁晓忠参选北市长,毕竟蒋万安还年轻,还可以再等四年。 北市选情有很多可能性与排列组合1061217。